中文字幕志愣 早安 ELIANG JERSON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第二節的漫迷早 업 今節的聲音效果可能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錄音 不過不要緊的 因為這件事實在相當重要 所以都要快點 給大家 讓大家一齊看看這個情況如何 因為今早就跟大家說了其中一件事 就是新組可不可以去到組仔 就要看看蘇利那裏賣成怎樣 誰知呢 懶不妨呢 今天剛剛稍後 即是下午的時候 剛剛這段時間呢 竟然一炮三響 爆出來就說巴黎原來真的有興趣 大家還記不記得大巴的理論 就說大巴黎很喜歡每一年 哪一隊球踢出他歐聯的話 他就會下一季 或者接下來的轉會章 就在他的球隊裡買一個人 我們的下奶奶 即是他來拉 也是這樣過了 這次呢 輪到新組 我已經說過了 因為上一屆 踢走他們的正正就是多蒙特 詳細情況如何 待會跟大家分享 不過有兩件事 首先講一件事 都重要 但又不是很重要的事 因為福仔就被人停牌 其實早幾天我都收到這個訊息 也都看了BBC的報道 不過我忘了跟大家說 所以有位巴黎提醒我 記得再說一下 沒錯 福仔其實是這樣的 他拿著他的 勞斯萊斯在M60的高速公路 超速 那條公路本身來說 最高時速是70公里 大約是112公里 他就證實了 那裏罰了他的錢 總共罰了1,660磅 也都停牌六個月 但是法庭那裏就沒有說究竟他超速了多少 我不知道 英國的朋友可以留言說一下 究竟以他這個罰款這麼厲害 還有要停牌六個月 究竟超速了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留言說一下 英國的朋友 另外這一宗就說完新組再說 因為這一宗都重要 先說完新組 先說完新組 新組就是三個不同的消息來源 都說這件事 包括什麼呢 Santi Aona 就是右上角那個 那個就是Football Mercato的記者 另外呢 就是這個Lok Tansi 右手邊下面那個記者 就是Eurosports的記者 另外就是左手邊 La Crip 法國的隊部 三間媒體都不約而同地說 新組 PSG 想叫新組過黨 那樣 其實呢 隊部那裏就說得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我們引用回隊部那裏說 就是La Crip 那他就說 就是 萬聯和PSG 其實一直都在談談 那包括哪幾個呢 包括在談 烏加達 我們想找烏加達買過來 那另外呢 也都說了 新組 還有 Savisimo sorry 我先說清楚一點 就是我們想向PSG買的 就除了烏加達之外 還有 Savisimo 就是那個荷蘭那個 射入了英格蘭的球球 那個前鋒球員 其實現在外借了 萊比錫的 但他是PSG的球員 曾經傳說萬聯想買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 這個就是我們想向PSG買的 而相對來說 PSG想和萬聯買的球員 就是了 新組和 這個 班奴 但我想 班奴 大家都猜到 萬聯一早就出了聲 就說 班奴就飛賣板 就不用想了 但是新組呢 以我看回英文的翻譯 直接說 如果他們還未達成協議的話 其實就可能 就是欠萬聯而已 因為 根據法國隊報的報導 新組就很 去PSG這個計劃 因為安力基 始終 PSG的領隊 都對於一些 年輕球員的訓練 提升 都做到事情 所以他就有興趣 那大萬聯呢 放不放人呢 就未知數了 其實三個記者說的 大致上都是類似的 老實說 如果你問我 就是我今天第一條片 我已經說了 其實我也覺得 放新組是一件好事來的 如果還有大把禮 大家有Friend底 的話 可能轉會費也有差不多 另外說真的 大把禮放走了 物種之後 人工方面是非常之鬆動的 說真的 給了新組的人工 都不是太過分 應該都OK 完全能夠支付得到 那也都 最緊要什麼 引證了我的observation 或者其實我的觀察 也都是其實 我叫我的理論 可以叫做勉強 其實我的觀察主要 就是說 大把禮真的很喜歡 每年都買一個 在他淘汰 他那隊那裡 放一個球員回來 就是要告訴大家 試一試威這樣 老實說 不知道他幸運還是不幸 多蒙大球員 裡面竟然有一個 萬聯的借帳 就是新組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 令到這個新組 會離開萬聯呢 說真的 你問我 雖然現在 三個都不是T1 老實說 甚至隊報 他很多的報道 都未必是很實正 他才報 但始終法國 他就比較清先 老實說 三個都不是T1 所以大家就不能盡信 Ferbicio Romano 就沒有說過這件事 讓我再一邊說 一邊Refresh一次 Ferbicio Romano 那個Twitter 因為我剛剛 錄音之前看過 就沒有說的了 我現在再趁這個機會 Refresh多一次 Double Check 要確定他真的沒有說 因為 始終來說 不是T1的消息 大家真的不能盡信 不過也 略為一個沙盤推演 老實說 如果 PSG想 賣烏吉他給我們 又想要這麼多錢 而我們又不願意給那麼多 而他們又真的 對我們新組 或者Buno有興趣的話 兩單交易可不可以一起做 不完全要交換 兩單交易可以是independent 即是獨立的 但是也同時間做交易 都可以 這件事是可以的 交換球員很困難 但是兩單 相向的交易 同時間做 相對來說都比較容易些 亦都有可能 如果 最重要 新組大哥 他又真的對PSG有興趣 又覺得安利基適合他的話 何樂而不為 因為 哇 就說新組和 叫什麼 坦克就已經冰釋前嫌 但是 有些裂痕的事情 在這就在這 是否真的完全抹去呢 我是有保留的 在這方面來說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 雖然大家弄清楚 未成事 不過也挺突發的事情 就是 應該這麼說 因為之前 傳統大臣一直都說 PSG和萬聯粉底 不停在談 談不止一個球員 那會不會是有機會呢 其實我覺得是有的 不過應該是未成事 如果成事的話 大臣也會說 但是大臣暫時 我剛才refresh過了 都沒有說 但是呢 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是有可能 還有呢 對於PSG 對於萬聯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自己希望 這件事真的可以成事 儘管看看 市場繼續發展下去 如何 多謝巴友的報料 好了 應該說回這件事 我覺得挺重要的 就是什麼呢 雲尼斯特來 雲老來到萬聯之後 原來短短的 一個很短的時間 真的已經有些少的影響 我當然希望 雲老來到萬聯之後 對前鋒 或者甚至乎 整隊球隊的技術性上高的事情 都有進步 為什麼呢 剛剛在那一場 上一場 入球的U隊華Di 即是萬聯的U隊華Di Hilguel 接受訪問賽後的時候 就這麼說 他說當然 雲尼斯特來在我們這裡 當然是很大件事 尤其是好像我這樣的人 即是前鋒 年青 希望上位 有他在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問他問題 這件事已經是很大件事 他說 其實無論 他在很多情況之下 包括 有時候我們拿著控球拳 或者做防守 沒有控球拳的時候 我們都是要 聽很多指示 他就說 雲尼斯特來 給我們一些指示 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指示 包括我們的work rate 我們怎樣回去轉頭幫忙防守 當我們控球的時候 應該怎樣做 最重要是什麼 前鋒應該走什麼位 在哪裡跟對手的防守球員 去做battle 怎樣防守的時候 或者我們沒有控球拳之後 怎樣回去後面幫忙防守 怎樣去站位 最重要是什麼 怎樣去完成我們的鴨球 這些以上的所有的報告分分 雲尼斯特來也有給我們一些意見 所以呢 他就覺得 有他在這裡的話 尤其是躲地前鋒的話 這個絕對是非常重要 他也說了很開心 球季這麼早就可以開了齋 因為作為前鋒 當然想多進球 如果這麼早開了齋的話 可能這個球季可以多進球 他自己簡單來說 他說我這個球季的目標就是 努力 希望可以盡快提升我的狀態 希望令到領隊 見到我的好處 以及教練也是 儘管看看什麼事情發生 因為老實說 希浩喬現在的競爭 真的很大 因為本身有賀龍已經在 有一個新的叫前鋒 會不會打役都未知 多數都是會踢前鋒 舒克斯 另外又說買一個 沙仙奴的稱呼 不過那個應該未必上一隊 另外還有Witley 上季踢得相當出色 是U隊那個 剛剛那場也有踢 另外還有他自己 所以競爭是相當之大 對於他來說 所以如果他真的能夠 爭取到劉偉一隊 和賀龍和舒克斯 爭取正選位 或者叫做第三前鋒 已經是很難得了 究竟他更厲害 還是Witley更厲害 老實說 華Dee之前的U隊 我都看過不少 他真的 OK 但是暫時未見到 他有頂級的 potential 但是 不好意思 如果你問我 Witley 即是九號仔 上場球 是有潛質 還是華Dee有潛質 我覺得Witley有潛質 因為始終Witley比較全面 華Dee在進攻方面沒有問題 但是防守方面 或者一些 助攻方面 他真的差一點 如果你問我 不過 大家有沒有其他意見 如果你熟華Dee 或者Witley 都可以說 你覺得除了那兩個 一隊的前鋒之外 這兩個年青的前鋒 有沒有機會在曼聯爭爭位 還是要外借呢 大家可以留言說一下 無論如何 今早第一條片 大家已經講了很多新組 我看到很多朋友 跟我的次序都幾相似 但是當然也有其他朋友 覺得 譬如說 賣安東尼 賣福仔 或者 葛利池都有 但是我想 暫在我今早看到的留言所 看到 加拿祖和阿瑪仔 就是兩個 我們萬聯球迷 或者巴友 最想留下 在萬聯幫到手 打逆風的兩位球員 這次來到這裡 有什麼最新消息 繼續跟大家說 這件事真的挺爆 我覺得 因為 真的 我都說了 其實 一轉目張開 我已經說 咦 新組最大機會 就是巴黎 誰知道現在真的有傳聞 現在暫時都是傳聞 還未見的 看看遲些 會不會真的成為事實 還有 Ferbizio Romano 會不會說 今次來到 多謝我新聰明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這條片沒有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包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